《四二的決議》 《四二的決議》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讓社會知道 這次的《四八改革》到底重點是什麼 我們要改革什麼 那經過《四個小時的討論》之後 我們把這些相關的《四二的決議》 來歸納成《四二的重點》 那我以下簡單的來說明一下 《四二的重點》是什麼 那麼第一個 我相信這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 推動人民參與審判 推動司法制度 早上有個媒體把它寫成 推動參審制 那是錯誤的 因為參審制有它固定的意涵 那個是除了陪審制度外的另外一種制度 那麼我們現在並沒有 特別的這個制度的原型 一定要參照陪審或參審 但是我們確定是要推動人民參與司法 這裡面當然包括兩個 一個就是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 就是審判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是對於檢察官的起訴處分 如果要需要監督的話也讓人民參與 不過大家的重點應該都會放在人民參與審判 那麼今天大家歸納的重點是說 司法院會盡快參著各國的經驗 包括剛剛講的有陪審有參審 各式各樣的制度 英美的制度 日德的制度 都來參考 大家共同的共識是 我們要推動國民法官 國際法官 所謂國民法官就是 一般的社會大眾 所以我們要推動